中国足球涌现三大希望之星,明帅时言已经注意到了维方杯U19国际足球邀请赛,已经成为水平颇高的青年赛事平台,对于中国球员来说,参加这样的比赛,无疑是非常好的锻炼,2018年,有四支球队获得了这样的机会,东岛驻鹿能相当不错,凭借两场大胜打进四强,而非绝对主力出战的中国国卿拿到一场胜利。 进入五到八名排位赛,至于全败的上岗和大连一方,只希望他们不要丧失信心,认清差距并继续努力。 除此之外,这次维方杯还有不少中国足球元素,最兴奋的人当属本土名帅程耀东,一是可以考察国卿的替补球员。 毕竟国卿今年还有亚青赛比赛任务,中国国卿肩负着重返市青赛的重任,替补球员和边缘球员,也需要更多的比赛机会,程耀东可以做到心中有数。 二是还有几名在海外踢球的球员,进入程耀东的视线中,他们都很年轻,有资格入选中国国卿,有三人被看作是中国足球涌现的希望之星。 第一位就是目前已经在国卿镇中的黎腾龙,17岁的黎腾龙最让中国球迷感动,的无疑是坚持代表中国足球出战,为此还拒绝了俄罗斯足协的邀请。 作为莫斯科中央陆军梯队的10号球员,黎腾龙可以胜任前场多个位置,组织,突破,射门能力都很出众,是一位踢球聪明的球员。 他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去意大利踢球的机会,不少球迷可能会有疑问,如此出色的球员为什么在国卿没有得到多少上场时间呢? 国卿主教练程耀东给出了答案,因为黎腾龙有两个多月,没进行系统训练了,需要慢慢融入球队,这防止黎腾龙意外受伤,程耀东实际上一直在考察他,看得出来,对黎腾龙的能力非常认可。 接下来,黎腾龙肯定会得到更多的机会,第二位是一名叫江伟胜的球员,球迷们都比较陌生,这次为方非,他代表莫斯科斯巴达克队上场比赛。 据悉,江伟胜是在莫斯科斯巴达克视讯,18岁的江伟胜已经在欧洲闯荡多年,曾经在多特蒙德视讯,还拿到了拔甲欧塞尔俱乐部的合同要求,最终选择了葡萄牙俱乐部,几年的摸爬滚打。 江伟胜进步明显,作为一名从青岛校园走出的希望之心,江伟胜每到一处总会得到好评。 程耀东也注意到他了,莫斯科斯巴达克的江伟胜,我也注意到了,这也是我第一次看他踢球,他的身体和脚下还是不错的。 程耀东的意思其实就是已经在观察并考察江伟胜了,第三位是球迷们比较熟悉的张奥凯,前恒大球员,目前是西班牙人梯队的正式球员,他的能力自然不必多说,如果不够出色,也不会拿到西班牙人的合同。 他也是程耀东考察视线中的球员,对阵国青的比赛获得了登场机会,深的好评,这三位球员都很年轻,更重要的是,他们都在国外踢球,连续踢高水平的比赛可以帮助,他们进一步提升,如果表现出色,说不定他们可以入选国青征战亚青赛的阵容,未来代表国青征战世界大赛也非常有可能,希望这三位希望之心。 能够在海外继续努力,争取早日进入一线队。